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经常喝酒抽烟 说完自己还哈哈大笑 科学家又调查了近百位百岁老人 最后分析出 健康长寿并没有一个可因寻遵守的固定之道 每一个人能健康长寿的生活方式也都是不一样的 健康长寿是人类共同的追求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的平均寿命也越来越长了 身边或新闻报道百岁老人的故事也越来越多 我们一边感慨着他们可真厉害 一边希望自己也能够活到一百岁 长寿的秘诀始终离不开人们的衣食住行 今天活得长寿的秘诀就两个字 少吃 美国国立衰老研究所 只需降低进食量就能延年益寿 从古至今 人们都希望能有一种长生不老药 秦始皇甚至专门派人寻遍天下 历经数千年 科学家们终于亏得其中的一些奥秘 美国国立衰老研究所 NIA 科学家朱利 及其同事对多项研究结果综合分析认为 只需降低进食量就能延年益寿 食物摄入量减少25%的人血液中好胆固醇明显升高 肿瘤坏死因子TNFS减少25% 胰岛素抵抗降低40% 整体血压更低 简单地说 这项研究表明只需少吃一点 不仅寿命轻松延长20岁 而且还没有衰老的痕迹 01 饭量减三分之一可以这么做 有人会说如果连吃饭都不能尽兴 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呢 其实不然能够克制自己的口腹之余 活得健康才会有更长久更持续的乐趣 饭量减三分之一怎么个减法呢 不是说让大家不吃 而是七分饱 一般来说这种感觉就是七分饱 觉得胃里还没有装满但可吃可不吃 当然依靠感觉判断的前提是不要吃太快 人们摸索自己七分饱的饭量需要一个不断感受和调整的过程 有一个标准需要牢记那就是如果吃饭时间相对规律固定 这顿吃了七分饱第二餐之前是不会提前饥饿的 一 饭前喝汤 饭前喝汤有助于减少食欲 因为汤到胃里后食欲中枢兴奋性会下降 饭量就会自动减少三分之一 使饱腹感提前出现 二 细嚼慢咽 即吃饭一定要慢 为向大脑传达保障信息需要二三十分钟时间 因此吃得慢些意味着大脑意识到吃饱时 你所摄入的食物将比平时少 三 吃完应该马上离桌 有的人吃得差不多了坐在那里还不走 看着桌子上的好东西控制不住就又吃了 这样肯定就会多了 四 不要怕剩菜剩饭浪费 有的人已经吃七八分饱了 可看到那么好的饭菜剩下太浪费了 就又拿起筷子想把它打扫干净 岂不知这一打扫肯定就吃得太饱了 五 多选择含纤维和水分较多的食物 蔬菜 水果 全骨食物和汤 这些食物可让人填饱肚子 因为它们占用了更多的胃部空间 避免食用大量低纤维干食 如胶盐 卷饼或饼干 这些食物容易吃得过多 而你却不会感觉到饱 通过长期的减量 可以让人的心血管 肝肾 免疫力系统走出误区 进入良性循环 最终达到长寿 延迟衰老 对抗疾病的目的 零二 八大黄金吃饭法则 一 两餐间隔四至六小时 最佳间隔时间是四到六个小时 这恰好是混合食物在胃里面停留的时间 二 不要狼吞虎咽 一般早餐所用时间以15到20分钟为宜 五晚餐以30分钟左右为宜 三 每天尽量吃12种以上食物 每天的膳食应包括骨鼠类 蔬菜水果 畜秦鱼淡奶 大豆坚果等食物 平均每天尽量吃12种以上的食物 每周25种以上 四 喝汤也要吃肉 对于煲汤很多人会说营养全在汤里了 其实无论鸡汤肉汤还是鱼汤 汤的蛋白质含量远不及里面的肉 要想营养均衡 喝汤也要吃肉哦 五 食物换着吃 在选择食物时同类型的食物 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换换 比如你今天吃米饭 明天可以吃面条 而后天又可以吃小米粥 全麦馒头等 再比如猪肉 鸡肉 鸭肉 牛肉等可以互换 鱼 虾 蟹等可以互换 牛奶 酸奶 奶酪等可以互换 六 吃饭不要趁热吃 食道适宜的进食温度是10到40度 耐受高温不超过60度 一旦食物温度超过65度便足以烫伤食道粘膜 时间久了便会诱发食道病变 七 饭后甜点要少 不少人习惯饭后吃甜点 但甜点热量高会额外增加能量摄入 容易肥胖 不利于自身健康 八 饭后先休息半小时 很多人喜欢饭后立马去散步 运动等 其实很多事情并不适合在吃完饭后立即就做 包括吸烟 洗澡 运动 喝浓茶和开车等 饭后半小时内还是以休息为主 我们可以做一些小幅度的运动 比如擦桌子 扫地等 03 吃太饱惹出多种病 吃得少一点就能获得长寿与健康 科学家已经花了数十年时间研究得出了结论 咱们不妨再看一下 吃太饱会引起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一 吃太饱容易惹来癌 当人体摄入的蛋白质或者脂肪过量 会给消化系统带来负担 而不能被很好消化的食物 会长时间的滞留肠道中 很容易产生一些毒素甚至是致癌的物质 另外 吃得太饱会造成抑制细胞癌化因子的活动能力降低 增加患癌概率 二 吃太饱容易早衰 吃进去的食物在体内经消化代谢 氧化产生能量 但机体氧化反应中还会产生有害化合物 自由基 它能导致细胞损伤 动脉血管硬化 从而引发疾病 衰老甚至死亡 人体摄入的能量越多 产生的自由基就越多 人体老化的程度就越快 相反 少吃可以减少自由基的产生 从而延缓衰老 三 吃太饱容易老年痴呆 吃太多 大脑中会大量产生一种叫做纤维牙细胞的生子因子 它会使脂肪细胞和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增大 促使脑动脉硬化 脑皮质血氧供应不足 脑缓慢萎缩以及脑功能退化 最终会导致痴呆从而缩短人的寿命 日本有关专家还发现 大约有30%到40%的老年痴呆病人 在青壮年时期都有长期饱食的习惯 四 吃太饱容易伤胃伤肠 如果胃始终处于保障状态 胃粘膜就不易得到修复的机会 胃大量分泌胃液会破坏胃粘膜 屏障 产生胃部炎症 出现消化不良症状 长期以往还可能发生胃糜烂 胃溃疡等疾病 此外 中国台湾科学家发现 脂肪堵塞在肠道里会造成肠阻塞 大便黑色 代血 五 吃太饱容易伤肾伤骨 饮食过量会伤害人的泌尿系统 因为过多的非蛋白蛋 要从肾脏排出 势必加重肾脏的负担 还以使骨骼过分脱钙 患骨质疏松的概率会大大提高 六 吃太饱容易引发肥胖 现代人常吃的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消化起来更加困难 多余的营养物质堆积在体内 其后果就是肥胖和一系列富贵病 中国传统谣语称 吃饭七分饱 健康活到老 若要身体安 三分饥和寒 科学家花了几十年时间用数据证明了这一点 饭量减三分之一 多活二十年 道理简单 效果不俗 良好的心态 良好的饮食 良好的环境 人人都将健康长寿 一百二十岁 不再是个梦 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